7月份花莲南区连续25天没有下雨了 造成了锐碎香 文旦柚 树叶枯黄 掉落 果实也晒伤了 不过也因为干旱时的果肉甜度就高达13度 如今田匠甘林 汉象疏解 农改厂表示后续只要适当的田间管理 对今年果实的品质相当乐观 农民拿着体积小巧 外皮皱巴巴的文旦柚 让花莲农改厂助副长叶玉哲 助理研究员刘琪相查看 愁苦无奈地表示 文旦柚汉害灾损严重 你现在还会这样 现在没有啊 是啊 这个中间 中间 这三个都要 肉还没这么多 有时候没那么好 你若是肉比较小 你进度就不够 紧接着包括了县政府农业处 花莲农改厂以及锐碎香公所 锐碎香农会人员 在农民的带领下 实际来到文旦柚园勘查 虽然部分文旦柚树 树叶枯黄掉落 果实塞伤 所幸这几天的大雨及时浇灌 文旦柚树式以及果实也都有好转 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形的话 那文旦柚本身已经出现一些伪雕的情况 那我们是建议农民可以提早采收 采收之后 尽速的恢复做实施理肥的这样子的一个栽培管理 那甚至可以考虑用液体肥料灌尸的方式 既补充养分也补充水分 用这样快速恢复舒适 那对于明年的文旦柚的生产比较有保障 七月份霍联南区连续25天没有下雨 造成了热水箱文旦柚树汗害的情形 不过干旱缺水却也让果肉甜度就高达13度 如今天降甘霖汗象解除 霍联农该场也特别呼吁农民 此时做好天间管理赖步枪 那这个最好的情形就是我们的果园的涂网管理 你的涂网的管理比较适当理想的一个情形 比如说我们养分的含量比较充足啊 有机脂含量比较适当等等 这样子它对于不良环境的反冲能力会很好 也就是说雨水下过来之后 有的人的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可是这样子涂网管理比较良好的果园 它受到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那恢复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那一样可以维持很好的品质 瑞瑟文旦柚今年干旱缺水的情况较为明显 也使得锅肉体积小 内层皮膜增厚 但甜度相当高 因此刘七祥表示 现在就要做好相关的栽培管理 今年果实的品质也都相当看好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好